山川异域 闲话英伦 达尔文在五年的时间内两次周游世界 后来在以据归尔文明的加拉帕克斯岛上 他找到了计划论最重要的证据 1836年达尔文归来 就和表姐完婚 然后搬到了龙东郊外 邓恩小镇一直生活到去世 1859年 50岁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的起源》 提出了计划论 他成为西方历史上唯一一个挑战上帝 并且成功的人 《物种的起源》这本书 其实没说什么 但却让所有的西方人相信 人可能不是上帝创造 而是进化而来 达尔文做到了这世界上最难的事 让别人相信你 其实英国早就有牛顿 牛顿开启了欧洲的科学革命 比达尔文出生的还早166年 但是牛顿到死也解释不了 万有引力 最初那个力是谁给的 所以他说 上帝统治万物 知晓所有做过的和能做的事 这就等于说 连牛顿最终都回归了宗教 更不要说其他人 所以欧洲的科学在达尔文之前 没有治的飞跃 但是达尔文之后 欧洲人可以在内心虔诚地崇拜上帝 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 勇往无前 宗教不再羁绊科学 科学无意挑战宗教 西方真正进入了科学与宗教 两种精神并行的时代 创造了灿烂的现代文明 达尔文 一个学渣的成功逆袭 得益于他四二代的家境 更得益于开明的家长 对他个人选择的尊重 而至关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 容忍自由思想 接纳一端学说的 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 山传异域 结尾给大家献上 大黄字成长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